畫面中怪手和卡車轟隆作響 敲開地面檢查坑洞情況 高雄人武區永興無界和勇人街口 出現一個大坑洞 洞約一個轎車寬 深約兩公尺深 就在一根電線桿下 導致電線桿整個歪斜 居民表示六號下午點多 就發現路面裂開一個大洞 警方獲報後趕緊聯絡相關單位 暫時封閉度斷 全力搶救中 帶你來聽段訪問 下線啊 下線啊 嚴重嗎 那你燈條在那邊 燈條在那邊 會懷疑是不是因為這些污水接管的工程 造成下面有一些湧水的狀況 造成下面的地表突然的掏空 而有塌陷的狀況 經過工程人員挖開查看後 發現是不明水源流入 導致地基塌陷 將來水泥車灌入水泥 初步填補搶修 在郊遊水利局進行後續處置 會盡快讓路面恢復暢通 提醒路過的民眾 小心行走 確保安全